近期因为丢丢妹直播太久没出现丢丢妹 被观众疯狂追问下终于出来解释了 让我们来听听本人是怎么说的 丢丢妹最近用本名李明山另起炉灶开了新的粉丝团 似乎准备跟自己即将成为前任老公的王兴正对着干 李明山大家都很熟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么这个王兴正是什么来头呢 依照小编过去吃瓜做影片所整理的内容 王兴正与百万网红乌鸦过去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曾经被乌鸦怀疑找大哥跟蓝小明蛋塔传话 并且拿55万给乌鸦一次想踢爆同行 被乌鸦说作伪证然后先攻击别人骂别人儿子智障 常常去恶滚娱乐而且砸了好几百万跟乌鸦一起玩RO 公司上下很多知道不是我要乱讲 是当时他其实常常跟兴正哥在公司玩RO 兴正是丢丢妹老公的一个 对啊他常来公司玩RO 然后兴正哥是玩了两三百万 这我都很清楚然后他们在伺服器每天开心 近期因为丢丢妹直播太久没出现丢丢妹 被观众疯狂追问下终于出来解释了 让我们来听听本人是怎么说的 丢妹呢丢妹呢李明山在哪里李明山在哪里李明山在哪里 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态度其实就是讲讲干话 今天为什么搞的新闻这么大浪费了这么多的社会资源 媒体来做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很诧异非常非常的诧异 新闻一开始是怎么吵的 啊王董玩牌履片不听 请问一下我玩什么牌可以玩到李明山 可以你用这种的方式来对我 小编私心是觉得玩游戏比较有可能啦 你要走你要离开你要干嘛 你还是要怎么样我觉得无所谓 怎么会是用这种 哇靠我们就好像在走路你知道吗 用拔的用躲的 对外现在开始到处放风声 说什么我打牌 我跟你们讲一个最可笑最可笑最可笑 可笑到自己的东西啊 我的律师跟我讲 对方律师讲一句多可笑可笑的笑话你知道吗 王董你他妈亏空公司的钱去买毒品 你这种对我这妈这种的指控真的是糟糕到了极点中的极点啊 周边的人也都知道啊 我在家里的地位基本上是零啊 哪一个不知道他是强势的那一个 听到这边小编有点能理解为什么王兴正要常常跑去远在阳明山市外桃源的恶棍娱乐基地玩游戏了 男人总是需要一个可以自己主宰的小空间 再来以下都是小编梦到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根据 听说李明山跟王兴正两个人好像都已经不是第一次离婚 如果这次他们离婚成了双方就都会有两任的前夫前妻 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边 小编有点担心讲太多就会吃土豆了 881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